现在准备带着我老婆 还有我两个闺女回农村 回来了十多天了 没有回农村 现在回农村玩一下 二姐打个招呼 好的 哈喽 哈喽 回农村开不开心 准备出我们的县城了 走外环回农村的话 速度快一点 因为市区的话比较走车 陈美你们要听什么音乐 爸爸放音乐给你们听 现在到了乡间小路的话 就比较 是你的 刚刚我在这里走 前面这个司机拼命的按喇叭 我又停下来让他先走 用路比较窄 所以说在乡间小路的话 会车的话心里就特别紧张 手心冒汗了 拼命的死劲的按喇叭 催你的话 就心里就更加的紧张 比较慌 因为这个路的话 一个车跑还可以 两个车同时过来的话 就会造成心里上的压力比较大 这是第一次走这种乡间小道 有大半年没有回农村了 其实我挺想回农村玩一下 因为农村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所以说对农村还是比较怀旧的 很怀念 所以说今天就一家人 天气晴了 回去玩一玩 现在已经到了我老家了 车停在山坡上 现在走回去了 这里就是我的老房子了 在这里住了二三十年了 这个房子 对面就是一座山 风景还可以吧 挺美的 前面是我妹妹的车 我妹妹今天也过来了 紫棋你在喝奶粉赶紧喝 喝完了再玩 这就是打的倒鼓 这个是我妹妹的儿子 长得多胖啊 两个楦呢 两个楦怎么搞发型呢 长得灰灰的 看你这个找大人怎么搞发型呢 两个楦呢 两个楦 它挺圆的是吧 嗯 现在炒的是土豆吗 土豆是 这个大锅炒菜炒的好吃一点 你手艺不好炒的也可以 现在炒最后炒一个鱼吧 这个鱼现在在煎 在这个农村土锅里面煮饭 等下可以吃到锅巴粥 现在已经在绣这个锅巴饭 看一下这个柴火 这个柴火绣得很香的 快点吃 吃了 我拿个碗给你装这个鸡肉 一个汤匙好吧 我们都吃点菜 等一下拌也好了 这个鸡腿很 煮得很辣的 就好肉就是鸡腿吧 可是都是萝卜 都是萝卜就好 现在在农村已经吃完中午饭了 现在准备开车回去了 像他们这些老司机就很着急 要超车的话拼命按喇叭 我就赶紧停下来 让他们先走 走完了我再走 不然的话老司吹得心里慌慌的 现在我们到家了 准备回去了 回家玩得开心不 开心好晒 晒得好困难 现在好想睡觉 好想睡觉 现在五点钟回去吃完 晚饭你就早点睡吧 现在回下农村感觉挺好的 感觉有时间 我们再回去一下 财美玉 走 我们回去写作业了 好了我们已经到家了 这个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 喜欢小西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谢谢